大家好,这一个呢是讲这个Bitcoin,怎么样炒这个Bitcoin 这个Bitcoin呢,可以跟这个GME两个来比较 现在我们看看图表上面呢,GME这个图 它本来很低,价钱是十几块,二十块 然后呢,今天谈到几百块,四五百块 然后呢,现在最近是一百五十九块 这个图呢,在你面前 大家跟这个图,跟今年的Bitcoin来比较吧 看看 现在你眼前看见的是Bitcoin,是今年的 没有搞错,这两个是基本上图表是差不多的 OK,那在2018年的时候Bitcoin呢,有一个上升 然后2017年上升,然后掉下来 2019年,它有一个上升,要掉下来 然后呢,现在是2021年,上升,现在就跌下来 OK,那如果这两个图表是比较相近的话 我们再看看这个GME GameStop GameStop呢,在那个,大概是什么时候 就是今年的2月份,1月份,2月份的时候呢 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个股票 你看这个GameStop啊,谈得很高的时候 跌下来,跌来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现在停在大概三分之二这个位置 就是从最高掉下来的三分之二 用这样子来比较的时候 你可以看看Bitcoin啊 Bitcoin 最高的时候,大概是6万美元 大概是6万5千,6万4千8美元 大概是将近6万5千美元 因为从这个最高的位置 掉三分之二 这等于说差不多掉 三分之二的话 大概要掉 三万到四万 OK,三万八到四万 那这样子的话,那等于Bitcoin 我们从这个6万4千,减掉4万 Bitcoin变成两万4,差不多 那等于说Bitcoin呢 应该是掉到大概这个位置 现在这个Bitcoin9 就是这个虚线的位置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到这些中间啊 往上推一点点 这个比较可行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画一条线 OK 先告诉大家 未来Bitcoin OK 大概是在解你吧 我先用的iPad 而不是电脑 画都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大家看一看 两万八千九百九十亿 大概是这个位置 OK 这个就是Bitcoin掉下来的时候 有可能未来停在解你 但是在停在解你之前 它会跌了更多 它会跌了更多 再反弹回这个位置 要理解哈 它先掉下来 会跌了更多 要反弹 最后有可能 你又能够站在两万八千八 这个位置 进行是非常的合理 OK 所以呢,现在才四万五千三 今天是2021年的5月17号 如果大家看了这个YouTube 大家就知道 未来这个Bitcoin 你应该是卖出 还是买进了 OK 这是那个Eric 欢迎大家收看 可以subscribe 也可以分享 也可以给我们一个like 这个大概一两个月 结果就会出来了 谢谢大家